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文贵提供的这些信息非常珍贵 因此很值得关注 此前 郭文贵多次表示 将和十九大同步举行新闻发布会 爆料重量级核弹内容 无数网友都对此记忆厚望 但是郭文贵在十九大的前夕突然取消了这个行动 让大家都惊愕不已 非常意外 郭文贵对此做了解释 郭文贵说 在这个十九大开前的头一天 十八号 本来文贵要举行全球发布会第五集 那为什么没有举行呢 郭文贵告诉大家 就在这个时候 他在乡江的员工和合伙人被人拿着手枪指着说 只要你们老板今天敢直播 你们的家人和你们都会被我们给杀掉 而且特别强调 不允许谈王岐山和孟建柱 郭文贵还说 他在伦敦的合伙人同时也受到了威胁 郭文贵认为 这和王岐山孟建柱的下属有关系 好有疑问 这种事情王岐山孟建柱等人一定干得出 不过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知道 郭文贵已经多次公开举报王岐山和孟建柱的犯罪行为 其中包括暗需杀人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 可以肯定 今后郭文贵也不会停止对王岐山和孟建柱的举报 在下有一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王岐山孟建柱不早一点动用这种威胁手段 封住郭文贵的口呢 别人可能不知道 十九大对王岐山孟建柱他们已经无所谓了 可是王岐山孟建柱本人应该非常清楚 郭文贵已经把王岐山孟建柱扒光了 再扒一次 无非是在当众出一次丑罢了 这个十九大开好开坏 与他们何干呢 王岐山孟建柱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来确保十九大顺利召开呢 到底这些杀手是谁派来的呢 从利益关系上分析 这件事情的受益者无疑嫌疑最大 开好十九大对谁最重要 毫无疑问 郭文贵在十九大同时爆料 受冲击最大的并不是王岐山和孟建柱个人 而是整个中共 因为这是整个中共的十九大 是中共所有事情中重中之重 此外 十九大期间如果出现重大危机 自然会影响习近平的加冕礼 所以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 习近平都应该全力以赴阻止郭文贵爆料 可以推测 习近平一定会软硬坚持恩威病重 全力排除一切干扰 确保十九大这个中共最大的盛点顺利进行 但威胁和恐吓郭文贵这个黑锅 还必须得让王岐山和孟建柱来背 这倒不是说习近平故意嫁祸于他们 而是王岐山孟建柱可能会主动请英 来承担这个责任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郭文贵也能够理解习近平的心情 郭文贵说 我也向中间的当事人和老领导承诺了 我在十九大期间拥护习主席 希望开个成功的十九大不去直播 郭文贵从来都不讳言 他拥护习主席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不在十九大期间爆料 应该是郭文贵郭七条的应有之一 特别是郭文贵已经知道了 王岐山和孟建柱没有进入十九大中共的核心层 在这种情况下 郭文贵应该能够接受 不在十九大期间爆料的要求 郭文贵这次视频中 还披露了中共十九届常委的幕后交易情况 也很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 郭文贵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夕 公开了一份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 常委有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韩正 胡春华 栗战书 陈敏尔 此外 25名政治局委员里边 有刘宝奇 却没有王沪宁 应该说当时郭文贵对这个人事安排还极为满意 然而后来的结果却并不是这个样子 郭文贵给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原委 就在十九大前一星期 江泽民 朱镕基 曾庆红给中央写信 最后的平衡的结果 就是拿掉胡春华 换上了韩正 最后一分钟 让王沪宁上来 就不让陈敏尔上了 胡春华 陈敏尔下去 就是这个原因 按照郭文贵的这个信息 这个常委的名单 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定下来的 而且 是习近平向江泽民 朱镕基 曾庆红等人妥协的结果 可是郭文贵的这个说法 和他在会前公开的那个名单 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郭文贵的那个名单上 胡春华和韩正同时都在 也就是说 后来实际上替换胡春华 陈敏尔的人 是赵乐际和王沪宁 而与韩正无关 可以肯定 习近平对陈敏尔是否入常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毕竟陈敏尔是习近平的嫡系 但是习近平会主张 让胡春华入场吗 习近平难道不知道 胡春华入场 而且被正式策略 为接班人的意思是什么吗 其实 拿下胡春华 是否有利于习近平本人 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问题 习近平恐怕几年以前 就已经想好了 绝不会等到十九大召开的前夕 还没有拿定主意 也就是说 假如胡春华真的被列入常委名单 而且还被策立为接班人 这只能说是习近平不得不如此 绝对不会符合他的本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江泽民 朱镕基 曾庆红提出拿下胡春华 换上韩正 其实对习近平并没有什么坏处 相反 可能倒是有好处 毕竟 韩正比胡春华大了将近十岁 就算入场 也只能做五年 而且 绝对不会被党内看作是接班人 因此 江泽民等人的这个提议 应该不会被习近平拒绝 反过来说 如果中共高层 都同意去掉胡春华 这难道说 不设立接班人 是中共高层的共识吗 对比郭文贵的那个名单 可以知道 新进入常委的两个人 是赵乐际和王沪宁 令人好奇的就是这个黑马王沪宁 在郭文贵的名单上 不要说常委里没有他 就是政治局委员里都没有了他 其中的原因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 如果习近平不认同这个王沪宁 难道仅仅是江泽民等人的意思 习近平就能舍弃自己的亲信 陈梅尔 让王沪宁入常吗 王沪宁入常属于特例中的特例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或者说习近平本人不愿意 习近平完全可以轻松的加以拒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纪委书记应该是习近平考虑 政治局常委人选中的重中之重 是习近平第一个要考虑的人选 假若习近平决定王岐山退出 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考虑谁来接掌中纪委 很难想象啊 赵乐际是在最后一刻才进入常委 并成为中纪委书记的 其实在习近平这五年的政治清洗当中 人们过多的关注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而忽略了组织部长赵乐际 如果说王岐山负责抓人的话 那么赵乐际则负责安排新人 实际上王岐山和赵乐际 是习近平负责政治清洗的哼哈二将 很难说这两个人谁在先谁在后啊 显然政治局常委这个最后的整体安排 大大超出了郭文贵的预料 郭文贵说 我非常震惊的是 这次的七个常委当中 让他能进去 这个人是孟建筑王岐山绝对栽培 两人处心极力地让他进入常委的 对党的危害 对习主席的危害 对国家的危害 我可以说是无法想象 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 郭文贵所说的这个人是谁 但是可以推断 此人应该在郭文贵的名单之外 郭文贵声称 常委之中有一个司马一事的人物 此人绝对将是一个颠覆深舟一切的黑马 他一定是恶中之恶 万恶之首 按照郭文贵的意思 目前这七个常委当中 暗藏着一个未来会颠覆习近平王朝的司马仪 他在偷窥习近平的宝座 并随时准备取而代之 其实 从目前的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布局来看 万一习近平有个什么闪失 或者有什么意外 那么中国最有权势的人 肯定是掌握强力部门的领导人 如军队和攻坚法的领导人 就常委当中的几个人而言 自然像栗战书汪洋两个橡皮图章和花瓶 不会成为习近平的继承人 而韩正也没有机会 王沪宁长期位于幕僚 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 只剩下李克强和赵乐际最有实力 但是李克强虽然贵为总理 如果他没有果断处置的决心和威信 恐怕也难控制住局面 那么在政治局常委的层面上看 唯一有实力控制全局的 就是掌握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赵乐际 关于王沪宁还可以多说一句 斯大林死后 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 很快就被他人取代 因为他只是斯大林的一个秘书 有名位但没有威望 更没有实力 同样 毛泽东死后 毛泽东的大秘书张春桥 很快就被华国锋拿下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知道 单单有名位 在关键时刻没有多大意义 关键得掌握强力部门 所以王沪宁这类人 在危机时刻 不大可能控制住局面 那些单单靠着习近平做官的人 肯定更没戏 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 才有发言权 可以肯定 目前政治局的常委情况 让郭文贵非常吃惊 郭文贵已经说了 要针对常委中的两个人爆料 这当然是一个 非常值得支持的重大举措 不过 在下还是奇怪 究竟是什么人 在十九大开会前的五天 给了郭文贵那个名单 可以说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想利用郭文贵的人 另一个是想欺骗郭文贵的人 这个名单不仅胡春华位列储君 而且还有刘七宝也在政治局内 给郭文贵这个名单的人 如果和团派有密切关系 那可能就是想利用郭文贵 替团派制造舆论 在最后关头影响投票 但是 这个人也可能和团派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可以想象 这个给郭文贵名单的人 应该非常知道郭文贵的好恶 这个名单应该是投其所好 就是为了让郭文贵高兴几天 放弃在十九大期间的爆料 此外 郭文贵这次还披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十九大前 中共中央有一个重大会议 对于未来五年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有重大的决策 要再争取三至五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战略期 那样神州可以当世界老大了 就把美国基本给干掉了 这段话很值得琢磨 这是否意味着 在三五年后 习近平会采取重大的战略措施 公开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说 中共要做世界的老大 要把美国给干掉 难道习近平真要发动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吗 习近平和中共是否具备这个实力和能力 姑且不论 但习近平和中共的这个野心 却不能忽视 这是一个极端令人震惊的消息 值得所有的人高度关注 这件事情 我想郭文贵更加应该关注 不知道郭文贵如何考虑 如果习近平和中共真的把美国给干掉了 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呢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